你跟医生之间 很大程度 你的精神是紧张的 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 所以你的痛苦 可能就来自于 医生告知你的信息 比如我知道一事 我一朋友 也有点名 当年呢 他被那个 海外的报纸报道说 他得了这个癌症 我当时就一下 我就有点慌 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 我一打电话他就乐 那我就知道 他肯定什么事都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事呢 是因为他发现 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 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时候 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 医生说没什么事 是炎症 但是第一个听到 这个消息的人 是一个台湾的 记者 你知道炎这个字啊 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说是癌症 但是在台湾 他也念炎症 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 叫钱松炎 他那个炎就是癌症的 去到病子边 这个字念炎症 那我们过去啊 五十年代以前 三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这个癌症就念炎症 因为 这肝炎有两种 一种就是发炎了 一种就是癌症 所以分不清楚 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 癌这个字就单独的 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 就叫癌症 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 叫炎症 那么你说他这个事没事 就是点炎症呢 那台湾的这个记者 听完了以后 就听成了癌症啊 所以就消息发出去了 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 不停的道歉 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 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 还跟我乐不得的 跟我说这事 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 那个另外朋友呢 他就没这么幸运 他去体检的时候呢 医生跟他说呢 就说必须得跟他说 说你这个 这个 有问题啊 你这个 基本上就是癌症 可以确认 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 这医院三甲医院 最好的医院 他就换了个医院 那个医院得的结论 跟他一模一样 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终于看癌症的 肿瘤医院也告诉他 确实是癌症 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 也不做他想 你就尽快的准备手术 那么他就 这时候他精神非常痛苦的 你知道他自我承担 他没法跟他的 这个家里人说 这个 他就自我从内心默默承担这个事 他到单位 把自己的工作 全部都交代了 因为你去做手术 你是有可能 就越来越恶化 你就没有机会再回 正常的回到这个社会 那么他 当时他身体上 并不承受痛苦 他承受的痛苦 很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跟所有人都没说 包括跟我也没有说 结果到医院呢 一动手术 结果不是 虚惊一场 然后他就找了个机会 跟我去说 他就告诉我 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 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他说肉体上 没有太多的感觉 人生的意义怎么说呢 我们严格的说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你的人生 不是你自个儿控制的 是你父母决定的 对吧 你生下来是你父母决定的 其实你父母也不想 生下你这样一个人 是他无意识中 就算他有意识想 把你生下来 但你这个人 只是一个偶然 在众多的 小虫子当中 那个小虫子都是你爹的 然后撞进了 你母亲拍出来的 也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圆球 撞上去 就有了你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你的人生的意义 是你爹妈给你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一个偶然 是一个偶然 不能再偶然的事 不管你对自己是否满意 你对你的自己的长相 身高 胖瘦 等等肤色 头发 等等你的先决条件 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 也不是你父母能够决定的 而是你父母的基因决定的 所以我们就有了中国人 就有了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 这是一个民族决定的 那我们今天探讨 如此之大的一个话题 人生的意义呢 真的是比较沉重 所以我们就先从 人生的乐趣谈起 我们人生的意义 没法上来跟你说 跟你说就全是各种鸡汤 所以我们只能说 人生的乐趣 人生的最初的乐趣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乐趣 它就是你生理上的乐趣 你生理上是什么乐趣呢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吃 一个拉 一个进一个出 这是根据马斯洛理论 吃和排泄都是有快感的 所以你生下来 你对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依然会吸奶 吸你母亲的奶 你会吸 这是一个快乐 所以你看那个小孩 小孩都喜欢吃那种奶嘴 叫安慰奶嘴 养孩子人都知道 孩子在一岁到两岁之间 就是不到一岁 就几个月到两岁之间 如果你给他安慰奶嘴 安慰奶嘴 有的孩子要一直要吃到四五岁 不建议吃那么长时间 吃那么长时间 嘴唇就跟小喇叭似的翻着 你把那个奶嘴让他嘴里搁 他满脸的幸福 我孙子就那样 那么你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就会多一层乐趣 这个乐趣就是你精神上的乐趣 很小的小孩就有精神上的乐趣 这种精神上的乐趣 首先来自于你感情的沟通 比如你小孩最愿意对着乐的人 一定是你的父母 婴儿一看见父母就乐了 这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沟通 这就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乐趣 那么在之后 人就开始不停的成长 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 同时你会有痛苦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来自的人生中 第一个痛苦一定来自于疾病 婴儿都有发烧 一发烧这孩子就不好了 吐奶 哭闹 他为什么哭闹 他不舒服 他说不出来他也不舒服 所以疾病首先给你带来的痛苦 就是肉体上的 疾病给你肉体上带来的痛苦 会伴随你一生 每个人都一样 你随时随刻都可能被疾病击倒 人一生当中 你是躲过了无数个可能 至于你死地的疾病 你如果有能力战胜它 你就是重新是条汉子 如果你没有能力战胜它 那你就到天国去享受去了 那么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痛苦呢 慢慢你会发现 肉体上的痛苦没那么痛苦 你更多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痛苦 你得了疾病以后啊 很多疾病你身体上的感受没那么强烈 你是精神上的感受强烈 你比如我现在啊 每年体检 我体检的时候最怕的事是什么呢 是那个医生面色凝重的问我 说你们家家属跟着没有 只要他问我这句话 我就开始出汗 因为我觉得好消息 他会直接告诉我 恶劣的消息 他一定不直接告诉我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 他跟西方人不一样 我原来认识一朋友啊 这个在英国得了癌症 医生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他说 你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要想办法处理后事 中国医生一定不对病人这么说 中国医生跟病人怎么说 中国病这个医生一定跟病人说啊 就知道你还有三月的时间 应该说哎呀 你这个回去啊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 他一定这么说 拐弯抹角 我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不能听这个医生跟我说这些话呀 我呢 每次体检的时候 幸亏的医生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话 每次在你体检报告中啊 你看这个医生还是很神态自若的 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的血脂是否高 你的血压是否合适等等等等 这都是小毛病 你跟医生之间啊 很大程度 你的精神是紧张的 你去看病精神很紧张 所以你的痛苦啊 可能就来自于医生告知你的信息 比如我知道一事 我一朋友啊 也有点名 当年呢 他被那个海外的报纸报道说 他得了这个癌症 我当时就一下我就有点慌啊 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 我一打电话他就乐 那我就知道他肯定什么事都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事呢 是因为他发现 他的这个肝脏上有阴影 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的时候 做了穿刺检查以后呢 医生说没什么事 是炎症 但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是一个台湾的记者 你知道炎这个字啊 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说是癌症 但是在台湾他也念炎症 这个你比如有个画家叫钱松炎 他那个炎就是癌症的 去到病子边啊 这个字念炎症 那我们过去啊 五十年代以前 三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这个癌症就念炎症啊 因为这肝炎有两种 一种就是发炎了 一种就是癌症 所以分不清楚 那么后来就把这个癌症的 癌这个字就单独的 我们现在标准化的发音就叫癌症 但是过去的老的称谓叫炎症 那么你说他这个事没事 就是点炎症呢 那台湾的这个记者听完了以后 就听成了癌症啊 所以就消息发出去了 发出去后来就道歉嘛 不停的道歉 那么好在这是一个误会啊 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痛苦 还跟我乐不得的 跟我说这事 但我另外一个朋友啊 那个另外朋友呢 他就没这么幸运 他去体检的时候呢 医生跟他说呢 就说必须得跟他说 说你这个 这个 有问题啊 你这个 基本上就是癌症 可以确认 他不相信这个医院啊 这医院 三甲医院 最好的医院 他又换了个医院 那个医院得的结论 跟他一模一样 他最后到了肿瘤医院 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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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医院也告诉他 确实是癌症 就没有什么可能是别的 也不做他想 你就尽快地准备手术 那么他就 这时候他精神非常痛苦的 你知道他自我承担 他没法跟他的 这个家里人说 这个 他就自我从内心 默默承担这个事 他到单位 把自己的工作 全部都交代了 因为你去做手术 你是有可能 就越来越恶化 你就没有机会 再回正常地 回到这个社会 那么他 当时他身体上 并不承受痛苦 他承受的痛苦 很重要的 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跟所有人都没说 包括跟我也没有说 结果到医院呢 一动手术 结果不是 虚惊一场 然后他就找了个机会 跟我去说 他就告诉我 其实最痛苦的那段时间 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他说肉体上 没有太多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想 你一生中 你的乐趣 你的肉体的乐趣 精神的乐趣 肉体的痛苦 精神的痛苦 依次都会向你走来 这就是你的人生 那么到这种情况下 你会说 那我为谁活着 那我告诉你 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 你不用跟我唱高调 你就是为自己活着 如果你说你怕死 那一定是你为自己活着 其次呢 你是为你的亲人活着 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 亲人之间有一种 违纪感情的因素 叫做亲情 亲情是任何 这个情感不能替代的 它是一种很缓慢的情绪 它不够激烈 它没有爱情那么激烈 但是它会长久的存在 所以你活着 不仅仅为你自己 还要为你的亲人 再次你为谁活着呢 要为你的朋友 人一生中啊 人是社会动物 他需要节食很多人 你比如我 我这个手机里 就现在这个手机 无限的储存 里头没一万个人 也得有八千个人 你认识人很多 那么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 你有时候说 我不一定是我 为我的朋友活着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朋友失去你了 或者你失去了你的朋友 你都会感到痛苦 那么你的朋友 包括你的熟人 我不是过去讲过吗 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 无非是三层关系 就是亲人之间 熟人之间 和生人之间 那你最后说啊 这些都是好像 很功利的 你为你自己 为你的亲人 为你的朋友 和熟人活着 都是很功利的 因为有利益交换嘛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点 你要为这个社会活着 我们社会是靠 每一个人的生命构成的 我们假设 每个人都没有生命 这社会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唱高调 每个人都应该 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那我们说到这会儿的时候 可以说 一开始的这个话题 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你对你的家人 你对你的朋友 都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 我对他们都不重要 那我觉得 你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你觉得我这个生活不重要 什么都很低沉 谁也不愿意理 那我觉得你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机患 中国人不太爱看心理医生 中国人老觉得心理有问题 这个会记记医 都不愿意跟别人说 因为中国人过去 中国人骂人之间有一句话 就说你精神病 你神经病 都是说你心理问题 西方人看心理医生 是个很正常的 心理医生有两种 一种就是完全彻底的医生 你到医院去找他去 你把你的心理的状况跟他说 然后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和疏导 你会舒服很多 另外一个场所呢 就是你要去到宗教场所 比如过去西方社会 很多人呢 他会定期的去教堂 听这个牧师跟他 这个做心理辅导 我们生活中啊 没有一个人的心理是强大到 没有人可以攻入的 每个人的心理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 都有自己的短板 所以需要聊天 比如朋友有可能都是你的心理医生 我们现在流行的词比如闺蜜 闺蜜之间什么无话不说 但是我过去说过啊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对吧 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你传统认为 亲人要亲 熟人要熟 生人要生 不是 它是一个轮回旋转的关系 你亲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身份 熟人之间要保达一个情感 生人之间要有一种理智的沟通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关系 如果你能很熟练的掌握这层关系 你在社会上活的就会质量很高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 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个很丢人的事 你跟你朋友啊 跟你的闺蜜之间无话不说的时候 实际上对你心灵的创伤是有一种治愈的 无论男女 尤其这个男人啊 男人他的文化塑造的形象和社会的角色呢 都是让他坚强 让他一个人扛事 女人是可以宣泄的 所以女人的闺蜜 能把自己的私人的情感 不停的去跟别人说 以期获得心理的疏导 男人呢很多时候就想不明白 就自个扛着 扛来扛去 就扛出病来 我过去说过啊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不论是你从小 从很小的时候 你的话都说不利索的时候 你就开始学习 一直到你成年 到你的中年 到你的老年都需要学习 我现在每年要接受很多大量的新生事物 很多时候去要学习 但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是每件事你都要学的 要学会放弃 比如我曾经想学开车 后来我就把这事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脑子里老想事 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想事 万一出了事情 我对不起别人 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要放弃这件事 就是人生还是有放弃的东西 我过去啊 在这个节目里也讲过 人生有三个阶段 我们不妨简单的重复一下 第一个阶段叫趋利 当你完成了你的学业 走向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你爹妈也不能管你了 学校也不能管你 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挣到钱 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当然这个钳制是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 道德是最高标准 你不违反道德是最高标准 不这个触犯法律是最低标准 我们如果违反了道德 你是自我谴责 如果你违反了法律是社会制裁 你比如说 我们理论上讲是不能说瞎话的 但是不幸的是每个人都说过瞎话 我也说过瞎话 那么说瞎话的时候 它是有利弊关系的 有的是无意义瞎话 有的是这种善意的谎言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行为违反了道德的时候 你内心会受到自我谴责 所以古人就要求每一个人慎毒 你仅慎你一个人独处时候 内心怎么想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 你不用对所有人说 你对你自己的内心说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清楚啊 我们今天全社会 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全球全世界 全社会设计的这套完整的系统 是为全世界设计的 不是为你个人设计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感到啊 你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我告诉你 它可能是公平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对你特别公平 那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有可能对别人不公平 这就是社会 不要老谋求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 公平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意义的公平 因为我们人和人个体之间 本身是有差异的 首先男女之间就有差异 先说性别差异 男和体能差异 有各种差异 先天的差异 后天的差异 所以你谋求一种绝对的公平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呢 希望这个社会趋向于公平 那么 所以我们设置了道德 设置了法律 设置了道德 是你一生中追求的最高目标 设置了法律 是你这个社会中的最低底线 法律是保护弱者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人生中 除了第一条我们说的趋利 到你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当你有了一点社会地位 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地位 不是世俗的社会地位 就是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生活比较安定 你也结婚了 有孩子了 是吧 你觉得你趋到对应的力 我讲过 对应的力不是让你成为世界首富 中国首富 中国二富 三富 五六七八富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觉得我今天的工作 我领这份工资 我已经心安理得了 这就叫对应的力 那你开始趋名 你的趋名 一定不是这个我要成为网红 我要成为一个名人 不是这个趋名 而是你要注重自己的声誉 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声誉呢 是包括你在单位 在家里 在你周圈的朋友中 别人怎么看你 你很在乎这个事 这个很正常 当你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 你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 你就想啊 谁爱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 我就这样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 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 你同样也在乎你对别人的感受 所以这个第二个阶段 人在名誉上考虑就会更多一些 我们人生会走过很多漫长的路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你一生中顺利的时候 一定少于你麻烦的时候 我到今天依然是这样 我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麻烦 自己也生气 也愤怒 也无奈 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 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公平 社会对你你认为有侵犯的时候 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公平 是一个公平的现象 它要抑制你 抑制独大 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社会中呢 行走 不管你到商店买个东西 还是你出门在哪儿存个车 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事 这个 跟别人发生冲突 对吧 我们看到过 这个社会各种新闻中都是 很多人就因为极小的一个事 最后惹出了人命官司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自觉得你的生活层面比较高 那么你对于弱势群体 一定要处于一种比较宽宏的状态 比如你在存车的时候 为两块钱 为五块钱 乃至为十块八块钱 你跟人家冲突 你说我就没那么长时间 我就不该多付你这点钱 你为这个事跟人冲突十分不值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所看待的时间 跟他所看待的时间 你所付出的劳动和他付出的劳动 是不对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注重自己的名声是最重要的 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生活不幸福 我经常碰到这种事 不够幸福 为什么不幸福啊 叫财富不能自由 我们现在有一个词 说的最多 就是一定要让你财富自由 什么叫财富自由啊 就是花钱不用想 这叫财富自由吗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花钱不用想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算你财富自由了 你精神也不能自由 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 各种交换中啊 最容易交换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东西 叫情感交换 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起来了 突然有一天 两个人分开了 其中一个人就很着急 不管男女 他会质问对方 他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了 你为什么不爱我了 我现在还爱着你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跟另外一个状态比起来 就跟你的对方这个状态比起来 我告诉你他比你痛苦 你翻过来想 他不爱你了啊 你的感受是说 你为什么不爱我了 如果他非常爱你 你不爱他了 你想想这种感受 你会更难过 对吧 你根本不爱这个人 这个人拼命的还在爱着你 然后你又摆脱不了 你是不是心里更难过 所以当你在财务自由 爱情失落的前提下 突然发现你得了一场大病 你才发现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存在 你是否能够病育 你忽然发现这是最重要的 我少一点钱也不重要了 我财务自由不自由也不重要了 我的爱情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有也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我自个儿 能够健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遇到了各种问题的时候 应该做退一步下 人生最重要的首先是身体健康 其次是精神健康 所以呢 我们就喝点鸡汤